国庆国中操场因年久失修破损 造成学生在此运动时都经常发生运动伤害 为了改善此一情况 日前立委马文君以及县议员邱美玲 也邀请体检署以及县府教育处到场会堪 希望能紧速来改善 让学生运动时能够更加安全 因为我们唯一的就是一座篮球场 一座排球场 还有一个50公尺的直线跑道 但是因为已经都将近15、16年了 那都已经残破不堪了 所以学生在上体育课是很将就的 他们就必须要跑过凹凸凸的地面砖 或者破掉的跑道 或者在残破的排球场上面打排球 因为年轻人喜欢运动 所以受伤率一学年下来 就是我们240位学生就有172人受伤 这样这么高的受伤的几率是让人家很心疼的 是我们大家来注重这个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为孩子争取一个好的教学场地 国庆乡民代表陈村丑表示 国庆国中操场破损问题存在已久 感谢邱美宁议员以及马文君立委能够来关心 希望能紧速来改善 让学生早日有安全的操场可以使用 因为这些受伤了嘛 今天会有问题 今天好不容易我们上级长官来关心我们学校 希望能够透过这次的会刊 把我们所需要需求的 把我们的设施做起来 这样我们教育界 教育我们的学生 真的有很大的帮助 这是我们不论是老师学校 地方的人士大家共同关心的事情 县议员邱美宁感谢马文君立委的用心 也希望在今天会刊过后 能够紧速来改善 让学生有安全的运动空间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马立委 及我们体育署的长官 还有我们县政府的团队 一起来会刊我们国庆国中的运动场的改善的工程 这方面的这个简报 那我们看到我们国庆国中的这个运动场 真的是破损不堪 对于我们现在正需要运动的年龄层的学生来讲 这真的是一个很不堪的运动场 那希望说经过我们马立委的协助 我们县府的配合下 能够尽速的把我们这个运动场改善完成 让我们的学生们有个安全的运动空间 让他们运动 副一长潘一泉也希望体健署 以及县府相关单位 能够重视学生安全问题 早日完成国庆国中操场的改善 让学生有一个安全舒适的运动空间 记者陈伟一国庆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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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